这么伟大 所以我应该学菩萨发这样的心 所以菩萨成就如是精进 怎么样呢 如果有人说 无量无数阿生其世界众生 你菩萨能够为一切一切众生 以无量无数阿生其解 拒受无责大地狱 我就无间大地狱 每一个众生你都替他 受无量劫时间的无间大地狱苦 最后呢 令你众生就近涅槃 你做得到吗 富有无量无数阿生其佛出生 在这个世间利益众生 令无量无数阿生其众生 受种种乐 已经有很多的佛出生在这个世间 让所有受苦众生利苦得乐了 那你仍然在受大地狱苦 然后呢 所有众生都利苦得乐 你才成佛 你做得到吗 所以菩萨答言 我惜能为而所事件 我一切 我圆满可以为所有世界一一众生 受无责无间地狱大地狱苦 乃至所有佛出生 让所有众生都得乐了 我那个时候都还在受苦 只要有一个众生没有离苦 最后我当成无上道 这是每一个菩萨都要发的愿 就像类似地藏大愿一样 只是地藏大愿跟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愿又不一样 地藏大愿比较强调 他下地狱帮他们受苦 但是释迦牟尼佛比较发什么 我不是想 我是替他们受苦 每一个众生受一次 乃至十节的无间大地狱 我都一一为他们受苦 让他们都离苦 别的佛度他 我还在替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 最后我才会成佛 所以就像这个 无量无边的大海水 你一滴一滴的 让它最后没有 这个要多长的时间 来自无量无边阿生其世界 都变成末为回尘 最后都变成灰尘了 那总共有多少水呢 总共有多少灰沫呢 如是念念次第 常不废望菩提之心吗 就是百千万劫的时间 轮回受苦 你都还保持菩提心吗 就是菩萨节的内容 菩萨若闻事与 不退 不后悔 欢喜永药 这就是我的生命 勤修精进 做如是你 我得善令 因我故 令无量无边阿生其世界众生 勇于众苦 所以我永远这样 不废望菩提之心 所得到了上根利益 因我故 是为了让众生 离开痛苦 菩萨获主 互作四年 后面这句话 各位能够背了 我当代一切众生受一切苦 普令众生离一切苦 西街就近无与涅槃 然后我当成无上道 那这个非常白话的 无一涅槃 那就是已经进入永远涅槃的快乐的状态 乃至安住在空性 菩萨要有这个承担 那最后呢 他才成佛 反过来 我们再念一下 所以各位这个华严经啊 太殊胜了 很多大乘经典 各位经常这个经名 都听过好多次 你千万不要忘了 整本把它读完 好不好 这些太重要了 念一下 华严经 离世兼品 佛子 菩萨摩克萨 发十种普贤心 何等为时 所谓发大慈心 救护一切众生故 发大悲心 带一切众生受苦固 发一切诗心 惜舍所有固 发念一切智为首心 乐求一切佛法固 发功德庄严心 学一切菩萨行固 发如金刚心 一切生不忘失固 发如海心 一切白净法 犀流入固 发如大山王心 一切恶言皆忍受顾 发安隐心 失一切众生 无不畏顾 发般若波罗蜜 旧尽心 巧观一切 把无所有顾 事为时 若诸菩萨 安住此心 极得成就 普贤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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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贤 普贤的意思 是永不退转 永远的精进 永远的行动 所以叫普贤 它不但如此 不但不退转 还能够把事情做得很好 什么事情 就是救助动神 都给它做得很圆满 叫善巧制 所以佛子 就是说 发菩提心的 菩萨就叫佛子 菩萨摩赫萨 然后不但发菩提心 各位还要 思为空性 永不退转 所以叫摩赫萨 那所以大菩萨 都会发出 十种的普贤心 奄善美耶撒多汉 所以奄善美耶撒多汉 就是具足所有 这种普贤心 来自普贤菩萨的功德 何谓 第一个 发大慈心 慈 就是要给众生快乐 不让他受一点苦 所以要救护一切众生苦 所以各位 我想各位每天活着 人家问你 你为什么要活着 早上要去哪里 我要去救众生 就打卡了 上班是为了救众生 读书是为了救众生 救护 保护还保护他 不分别的所有众生 第二个 发大悲心 刚刚讲过了 什么叫悲心 承担众生苦 把苦纳在你身上 叫悲心 悲心不是嘴巴讲的 悲心是一种 你在烧 我被你 我代替你烧 你要下地狱 我代替你下地狱 所以要有承担 因为你不这样做 你断不了我职 我们现在不敢做 因为我怕痛 那你就没办法 所以你要各位要 修修修到愿意 而且可以做得到 带一切众生受苦 故 发一切私心 只要众生有所需求 只要你有 你就要完全不失 悲 就是完全不失 所有你拥有的一切 满足众生的需要 发念一切字 为首心 那虽然我们做了这么大布施 救护众生 承担众生苦 目的呢 目的就是要成就佛陀的智慧 这样你才能够圆满帮助众生 所以要发念 也就是一切字字 相应作义 比如说各位做什么事情 都是不离开 为了成佛的心去做 但是成佛的心 才能够真实地圆满地 去普度众生 所以要念这个 不要比高比低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做事 要用佛的思维 所以要求一切佛法 所以你要了解一切 就像一个医生好了 没有一种病你不会医 那是世间的医生 那是最圆满的 但是成为一个佛陀 没有一个众生 你不会度 调育众生 所有众生你都可以帮他离苦 这样去追求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的方法 再来发功德庄严心 所有功德要万德庄严 没有一样功德你不会 或做不到 所以要学一切菩萨行 并不是说 我只学地藏菩萨 我只学观音菩萨 所有的菩萨道的内容都要会 甚至现在这个世间有很多做善事的人 那这些善行我们都要随喜 甚至也要去实践 发如金刚心 金刚就如如不动的意思 一切处寿生 不忘事故 不管你投胎在什么样的环境境界 你都不忘事 我是为了利益众生 为了圆满佛陀的智慧而来 发如海心 一切白经法需流入固 所以各位 当然教授只要有一颗专精 成为教授 成为博士 就像诺贝尔他 诺贝尔讲是颁发给某一样专项 但是菩萨不一样 菩萨是万法 一切白经法 那白经法就是佛法 利益众生的方法 以空性相应的 你通通要会 稀流入 要这样去吸收一切 活到老 学到老 生生世世 学习帮助众生的方法 不要偏来中来派 只要能够帮助众生 就像我们办一个法会 从冷气 音响 灯光 时间 便当 排座 雅花 你通通要 吹不可 发如大伤亡心 为什么 一切恶言 能忍受故 各位这个要先练习 所以现在你要站在十字路口 每个人都来骂我一句 吐个坛再走 那你要接受 你要先决定 你不能说 你怎么这样讲 我两个人在那边打仗 变来变去 那就没办法 有比高比低了 所以要像大三王这样 如如不动 一切恶言 稀忍受故 发安隐心 失一切众生 无不为故 要让所有众生平安快乐 你要什么 我都给你什么 那现在我们大家还没有那个福报 还做不到 但是你要观想 佛做得到 满众生愿 地藏王菩萨的 如意满愿宝珠 准提菩萨的满众生愿 但是你要学这个发心 求佛菩萨帮忙 去满众生愿 有没有什么 来自 那麽沙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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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一直去观想 满众生愿 念变诗咒 那麽沙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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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无量无边的妙甘露 那麽沙发丹 无量无边的妙甘露水 那麽沙发丹 无量无边的药物 那麽沙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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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这个 这个是余宝 陀如尼 你要经常观想 你走到哪里 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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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整个世界 就像我经常坐飞机 我天天念这个 我坐飞机 那你要借这个机会 太好了 从东部飞到西部 经过大海 陆地 这麽多国家 那麽你就要一直 大布施 这样观想 那你的心态 就越来越純熟了 然后佛菩萨 再加上加持 那个地方 就不断地改变 就像各位今天 自我功德力 自我意乐力 用菩提心 来清净守八观灾界 来念普门品大悲众 现在要读诵大乘经典 最后我们要把 完全的功德 能够普施给众生 再来 发波罗波罗蜜 就近心 那你要了解一切 所以 巧观一切法 无所有故 所以各位不要放弃什么 跌倒生病 看到什么 你都要善巧方便 去了解 这本书 这个花 本体 它怎么用 这善巧字 怎么样插得更好 今天这个法 表阿弥陀佛 明天那个法 表地藏菩萨 后天 这个花 这个法 表忍辱 你要表法 所以万法都是佛法 所以对外对内 你都要能够了解 这个 波忍 就是唯妙甚深 能够帮助众生 叫波罗蜜 自立地他 究竟人满的心态 事为时 若诸菩萨 安住此心 即得成就 普贤 孝 善巧 来 当愿众生 得普贤 善巧 至 得普贤 善巧 对阿 班战者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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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说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就光一部 华言经 能不能一辈子 拿来修行 你就很认真的 这样去修行 也不是光一部 假设 这只是一个比喻 然后你要参考各种的经论 然后我们要产生行为实践 叫戒律 经律论 不是说光研究 不是做一个读书人 学问 而是一种慈悲的实践 好 把它全部念完就下课了 念一下 来 佛华言经 离世兼品 佛子 菩萨 摩赫萨 具足大悲 不舍众生 带一切众生 而受诸苦 所谓地狱苦 畜生苦 恶鬼苦 为利益故 不生劳倦 为专度托一切众生 未曾担然 五欲境界 常为精情 灭除众苦 事为不由他教 尝起大悲 不共法 佛华言经 离世兼品 佛子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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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种清净杯 何等为时 所谓无愁伴 清净杯 独发起心 骨 无疲验 清净杯 大一切众生 受苦 不以为劳固 无难处 受生 清净杯 为度 众生 骨 善去受生 清净杯 视线 无常骨 为协定众生 清净杯 历劫 不舍 红世故 不着极乐 清净杯 呼吁众生 快乐故 不求恩保 清净杯 修结 其心故 能除颠倒 清净杯 说如实 法故 菩萨 摩赫萨 知一切 法 本性 清净 无染灼 无热闹 以课程 烦恼 故而受众苦 如是知已 于诸众生 而起大悲 明本性 清净 未说 无够 清净 光明 法故 菩萨 摩赫萨 知一切 法 如空中 鸟姬 众生 痴意 不能照了 观察 于比 起大悲心 明真实 至 为其 开示 涅槃 法故 事为实 若诸菩萨 安住 此法 则得如来 无上 广大 清净悲 唯摩 解 所说经 唯摩 结言 菩萨 成就 八法 于此 世间 行无 窗游 比喻 痛苦 或 祸害 生于 净土 何等 为八 饶意 众生 而不 忘 报 待一切 众生 受 诸 苦 恼 所作功德 尽以 失之 等心众生 千下 无碍 于诸菩萨 视之 如佛 所谓 闻经 闻之 不疑 不与 声闻 而相 违背 不计 比供 不高 己力 而于 其中 调伏 其心 常行 己过 不送 彼断 恒以 一心 求诸 功德 视为八法 思义 犯天 所问经 耳时 佛告 等行 菩萨 若菩萨 能带 一切众生 受诸苦恼 义父能舍 一切 服侍 与诸众生 世名 菩萨 天下 发菩萨 生 信 因果 读 诵 大乘 劝 进行者 得 上品 往生 极乐 世界 那我想 这几句话 我们就要经常在做 所以各位 你今天来说 八观 灾界 乃至我们又不时 又放生 这个叫 生 信 因果 用菩萨 所做的一切 也都会得到菩提果 而不舍这些善根功德 但进一步呢 一定要多读诵 大乘经典 像各位这样 虽然有一点 枯燥啊 读一读 心有没有觉得 很有 很有愿力 对不对 咱拼出来好不好 你还把你拉 一直拉 就像一个 一个女孩子 一辈子在等一个男人 那是痛苦的 对不对 我们在等一颗 佛心 显现 找到自己 上次你读大乘经典 你很感动 你要一直提升 不但自己这样 你不读大乘经典 你拉不起 圆满的菩提心 乃至不了解 空性 进一步 你还要说法 劝进行者 你不去劝进行者 自己就发不了心 所以各位 要在这里面 劝进行者 也是为了自立 所以你要去用身口意 各种的庄严 威仪 去劝化 更多人 更多人 大家就朝一个光明大道 菩提大道 所以 大乘经典 浩瀚 无量无边 各位呢 要花更多的时间 动着修复 敬着修会 但是至少 我们有个根据 不要道听徒说 要依法不依人 这个人会变的 人会有喜欢跟不喜欢的 有缘无缘的 当然我们碰到 有缘的善知识 那是我们的福报 这个善知识 如果你不能因为它 而发起更大的菩提心 悲心空性 那这个善知识 对你也没用 个人姻缘 但是从经典里面 表现出你的人格行为 你也希望自己 成为别人的影响力 就是影响他 走入真正的大乘佛教 是说一辈子要圆满 所有法门也不太容易 至少这个方向不变 读书 希望你下辈子 如果投胎做人 从极乐世界 为什么要读书 为了要成佛利益众生 你都定了 从幼稚圆 你就定好了 所以你要学什么 你要学什么 你不会人家叫你谈恋爱 浪费 人家叫你生儿子 罗和罗 叫障碍 现在还喜欢抱着障碍 然后呢 找一个障碍来障碍 也叫做完亲这柱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你有智慧的 你要把一种障碍 变成一种成佛的助缘 培养他成佛 你伤害我 侮辱我 让我能够修 人路大悲 对不对 那你就 转任何境界 所以 这个 这个纸简不简单呢 太简单了 一张纸几毛钱 但是 真理在里面 那何况是 这么多好的经典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 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教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黄轩荣医师 在国人团结努力下 武汉肺炎疫情 获得稳定控制 指挥中心鼓励民众 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 提醒民众 不分行业 务必落实社交距离 室内保持1.5公尺 室外1公尺 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 应佩戴口罩 另外营业场所内 可提供干湿洗手设备 与量测体温 并采取实名制 执行人流管制 及环境的清销 厂内可运用隔板 或采取梅花座 维持适当距离 保护员工及消费者 落实防疫 只要个人及业者 都能落实防疫 即会即可不受 室内100人 室外500人的限制 防疫做得好 恢复正常生活步调 没烦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李岛毕竟佛法 它还是比较少有人 去那边所谓的 弘法立意众生 那我们都秉持着 师父的理念 到各地 能够呢 去对我们自己本身呢 是一個出家人能夠盡一份訓練 這一次馬祖我們第一個就是先到了東銀島 然後就是南竿北竿 那東極西極 那這一次都有去一兩個宮廟 去就戰經然後去做大供養 然後透過誦經透過大供養 能夠為所有的馬祖列島的這些居民也好 或者這些過往的這些祖先也好 都能夠以他們代表他們來做供養 能夠把這些做的供養的功德來回向給他們 這是我們最主要區的目的 安東坑道我一停下來呢 我一停下來我自己本身頭也是會感覺暈 只要一停下來頭就會感覺暈 它是因為為國犧牲奉獻的 或者因為生活的不習慣或者因為感情的因素 去造成的這些死亡 我們都必須要去對他慈悲 那我們也希望是因為我們去了 能夠對他們有一些幫助 能夠因為我們去了 他們都能夠得到這個解脫 所以一下去這個安東坑道呢 就非常有感受 那個感受就真的是 就是不一樣 我們去做點燈 去做詩詩 去做焉供 然後我們沿著走著這個坑道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不斷地持咒 不斷地轉動我們 就是揮著我們 手上每一個人的這些旗子 那也希望能夠透過 我們手上的這些旗子的 所有的諸佛菩薩 能夠放光 對這些眾生能夠加持 我想這些不是只有這些所謂的官兵 我想這邊也有很多的所謂的一些 一些我們的儒母的眾生 我想很多也都是在裡面 所以這個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們去了兩個燈塔 燈塔它代表是一個指引 是一個明燈 那所以我們來到這個燈塔 就象徵著是指引所有一切的眾生 都能夠趨向佛道 指引所有一切眾生 都能夠進入到佛的淨土 能夠讓他們得到解脫 能夠離苦得樂 所以燈塔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光明的 指引眾生的一個象徵 我想我們會去到馬祖 另外一方面也是說 看能不能有姻緣 那將來是不是可以成立一個中心 我想不管是馬祖也好 要是一個人的主題 該做或者說一個法事 他該做的這些事情 我們希望將來有時間都還會再去 感謝旅行社幫我們做的安排 因為畢竟我們馬祖沒有去 那也很高興認識了這個美國回來的 這一個菩薩 那也當然也要很感謝所有的團員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行程 我們當然要感謝很多的劇主 去的天氣也非常的好 這個珠天也能夠幫我們的忙 也不會太熱也不會太冷 所以要感謝的太多了 重要的是 我們還是要能夠繼續保有這一份慈悲的心 能夠行這些佛行的事業 那當然也希望將來能夠有更多的 所有的人可以一起來行這些佛行的事業 大家一起來利益更多的廣大的這些眾生 我想這是我們更需要去努力的地方 珠淡前面給我們 mini 人ál要3 在不管走廣癮裡 小明天使 與你企頭并輕 小美电视与你起头并颈